你好 欢迎收看4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4号发布了国家级的警报 提醒前往特地景点要保持适当距离 并且佩戴口罩 而花莲东大门夜市也被列为人潮拥挤的景点之一 为了不让连续假期带来的观光人潮 成为花莲防疫破口 花莲分局派遣警力在东大门的夜市入口 用大声工以及防疫指示牌进行宣导 期盼加强旅游的防疫观念 并且维护旅客以及店家的健康安全 户外距离请保持一公尺 并记得请洗手戴口罩 防疫对象不要爬爬罩 花莲警分局关心你 清明年假花莲东大门夜市人潮涌现 而在4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了国家级警报 提醒前往特定景点要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并戴口罩 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不敢大意 加派警力在东大门的府庭夜市 原住民一条街各省一条街及自强夜市入口 配合大声攻击防疫指示牌进行宣导 希望让民众加强防疫观念 并未护旅客及店家的健康安全 因为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现在已经宣布了 有关于花莲的知名东大门夜市为人潮凶结的地方 所以我们前来跟各位民众宣导 保持户外社交距离一公尺 我们也派遣了一些同仁 在夜市的出入口 对于部分的民众用M Police来查询 他是否为检疫对象 警方忙着宣导多数店家也会配合防疫措施 除了被妥酒精干洗手 也会提醒排队民众戴口罩并保持一公尺距离 基本上我们先做好自己自身的防护 我包括那边都有放那个酒精 客人来都可以消毒 我们先做好防疫 花莲是台东花莲 台湾就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最后的进入希望大家来维护 大家保持距离 大家都好 希望说能够你们来这边玩的时候 也能够提名安安顺利的回去 尽管多数民众以及店家有做好自身防疫 但都表示要实际做到仍有难度 只能尽力配合 这样子你们觉得是做得到的吗 很难 很难 像你们刚才在逛夜市这样下 你们觉得大家有保持这个距离吗 没有 觉得有办法遵守吗 可是我刚刚看你们大家也是 聊天也是走得很近啊 那你们觉得说这个这样子是有办法的吗 那有看到其他如果排队什么的话 你们会尽量保持这个距离吗 华联县府提醒民众 遵守防疫期间三大原则 避免前往密闭市娱乐场所 准备足量口罩并全程佩戴 保持室外一公尺 室内1.5公尺的社交距离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记者长方燕华联市报导 请按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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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